大家好,歡迎來到結構耐震設計導論這門課,我是賴濤 那我們這門課主要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於結構動力反應的分析以及地震力的計算 這個部分會由中立來老師負責 第二個部分則是希望同學能夠透過以前學的鋼筋混凝土學以及結構學 再搭配第一個部分的課程完成一棟簡易房屋的設計 一般來說結構的載重會和耐震需求有關 那目前實務上主要也是交由程式做計算 但我們並不能蒙著頭都交給程式,需要真的了解該怎麼計算 所以這次就是要講解該如何進行結構載重的運算 將來可以對程式分析結果做一個檢核 首先來介紹這門課第二部分的一個結構物範例 這是一棟兩層樓在兩個方向皆為兩垮的一個對稱結構 樓高皆為3.5公尺,垮距柱星到柱星為5公尺 那樓寬度為30公分,深度為50公分 柱段面則是35x35,樓板厚度是15公分 那在進行結構設計之前,我們必須先知道結構所承受的一個 淨載重、火載重以及地震力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裡面我對建築的一個淨載重做一個定義 那淨載重主要是包含我們結構物本身的柱兩板等結構系統的自重 那如果有一些簡證的構建呢,也有計算對於淨載重的一個貢獻 除此之外,還有像是隔間牆等雖然可能不提供側向強度 但它是固定在結構物上的也算是淨載重 規範也有對不同的材料定義最低單位的一個淨載重 也就是說像是粉刷層、瓷磚、樓板鋪面等等的重量也必須要考慮 那為了方便了解計算過程 我們今天就從這個3D的一個範例構架 取出這個A、B、C、D門型構架來做計算 那對於這整個立體構架的淨載重、火載重的分配呢 也是用同樣的概念 對於一個樓層來說 它受到的一個載重範圍就是由那個樓層的一個樓板為中心 往上還有往下半個樓層去涵蓋它這個一半的一個柱構架 就跟這個張圖所表示的 那對於頂樓來講 因為它只算到下層樓的一半所造成的一個淨載重 所以頂樓的載重一般來說會比其他樓層還要再來得低一點 那有了樓層受到的淨載重呢 我們就可以用幾何的方式傳遞到樑還有鑄桿件 那我們的範例構架只有柱、兩板 所以結構的總淨載重呢 就由這三種桿件來貢獻 那一般來說 一個樓層樓板的總體積較大 所以樓板的淨載重最大 那再下來是兩桿件以及柱桿件 那將這些桿件的總淨載重加總 再處於樓層樓板的一個總面積 就可以求得該樓層的單位樓地板面積淨載重 有了這個單位樓地板面積淨載重 我們就需要知道這個重量 是如何傳遞到樑桿件以及柱桿件 那這是一個結構的一個平面圖 那這個結構由四根柱子 以及四根樑所構成 那長項的長度是B 短項的長度是D 那這種柱樑板的一個結構系統呢 載重一般都是由樓板傳遞到樑 再由樑傳遞給柱 然後就一直傳下去 傳到結構的一個基礎上 那對於樑桿件呢 我們是採用一個簡易的一個 規格分佈法進行計算 就是由柱星 向這兩支樑的中心延伸一條線 那這個部分 離這支樑的距離比較短 所以這個部分的載重就分配給它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它的樓板比較靠近這支樑 所以就由它來承受 以目前投影片上的結構來說 對於二號以及四號樑 因為它的垮距比較短 所以是受到一個三角形的一個分佈載重 那一號以及三號樑的垮距比較長 那它就是承受一個T型的載重 傳遞到樑上載重呢 我們就可以用線載重來表示 那這兩種線載重的一個峰值 都是0.5倍的SigmaD 那這邊的Sigma就是用前面算的 和該樓層的一個單位樓地板面積淨載重 第一就是短向的垮距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值 首先我們線載重的單位 會是重量除上一個長度 那這個Sigma呢 它是重量除上長度的平方 所以勢必這個Sigma要乘上一個長度 才可以變成是線載重的單位 那0.5倍的SigmaD 0.5倍的第一 則是因為由這個編號三的量 所受到的載重是這一塊T型樓板的一個面積 那在延長向一單位長度來說 它所需要承受的樓板的寬度就是0.5倍的低 所以它的線載重就會是它的寬度 乘上這片樓板的一個單位面積淨載重 也就是Sigma 那前後端分佈範圍則 因為這段的長度 也是0.5倍的低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概念 算得編號2 還有編號4 樑所受到的一個淨載重 在計算柱的載重時 則比2還要來的簡單 因為這個結構比較對稱 所以我們就直接將樓板呢 平分成4塊 分配到這4個角落的柱子就可以了 那每一支柱子所受到的軸粒 就是這個Sigma乘上樓板的面積0.25bd 那雖然這載重分佈看起來和前面的規格法有點不一樣 但是算得的柱所需要承受的重量也會和前面一致 因為這片樓板的重量不會改變 雖然柱的載重分配是用虛線 樑是用這上面的實線 但是就以這支柱子來說 它應承受這支樑一半的載重 也就是這片樓板的重量 還有這一支樑一半的載重 也就是這片樓板的重量 那把它加起來 就是這個虛線所謂的一個面積 也就是前面柱載重的一個分佈方式 由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說 這根柱子承受編號2以及編號3的兩個一半的載重 知道載重怎麼分配之後 我們的範例結構物的已知條件 就缺一個Sigma 可以算得我們的載重 那接下來就是來計算這個門型構架的淨載重 首先先來計算頂樓的淨載重 那這個WB就是量重量 寬度是0.3公尺 這邊乘上扣除樓板厚度的一個淨高 0.35公尺 那量的長度是5公尺 鋼筋混凝土的單位體積重 大約是每立方公尺2.4噸 然後這邊總共有12支樑 經過計算後就可以算得這支樑的重量大約是15.12噸 WC就是柱的重量 稍微比較簡單 頂樓的柱子呢 就只要往下算半層樓 所以它的斷面是0.35x0.35 半層樓的高度是1.75公尺 但是因為柱頂有焊量以及樓板重疊的部分 所以需要扣除量身0.5公尺 那一樣乘上單位體積重 總共有9根柱子 這樣就可以算得我柱子的重量約為3.31噸 樓板的重量就最容易 因為剛才我們都是用量柱去扣掉重疊的部分 樓板重就什麼都不用扣 所以頂樓樓板的面積是10公尺乘10公尺 厚度0.15 再乘上單位體積重量 就可以得到我們樓板的重量是36噸 那將上面算得的一個重量加總 所以樓板的總面積 就可以得到頂樓的單位樓底板面積是整重 是每平方公尺0.5443噸 那再來就是二樓的一個進載重 因為樑的斷面並沒有改變 所以樑的重量都和頂樓一樣 主要就是柱子 因為二樓是由往上還有往下各算半層樓 所以這邊柱的進高呢 還要再加半層樓的高度1.75公尺 最後算得柱的重量約為7.94噸 那樓板重也和頂樓的相同 用同樣的方法可以求得 二樓的單位樓底板面積進載重 是每平方公尺0.5906噸 比頂樓的還要再大一點點 所以中間這個BC樑呢 所收到一個進載重的峰值 就可以用前面推得的0.5倍Sigma D算得 但因為這邊有兩塊樓板 所以要乘以2 最後算出來的話是每公尺2.95噸 那這個門型構架AB柱以及CD柱的載重 也可以透過前面的一個推導的結果算得 這邊直接就將二樓以及頂樓的單位樓底板面積進載重相加 乘上它的垮距L的平方 也就是上面這個的面積 那圖上一個方格佔四分之一個L平方的面積 AB柱需要承擔兩塊 AB柱 那CD柱需要承擔四塊 所以乘以4 那這邊同學需要注意一下 因為二樓樑它的載重 我們是用線載重來表示 所以這邊需要扣掉一個二樓樑的載重 那這邊0.5是因為我們樑的線載重呢 是三角形 所以需要乘以一半 那一邊柱呢需要承受一半的垮距也就是2.5公尺 那線載重的峰值呢就是前一頁的2.95 這樣就可以算得我們AB柱以及CD柱的一個載重 那剛剛都是一些計算 同學可能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所以這邊也將剛剛算得的一個載重畫在門型構架上 右邊的這個CD柱呢 因為它是在結構的正中間 所以必須承擔比較多的一個樓板的重量 那這樣子這個門型構架的淨載重就算完了 我們就可以由這樣的一個載重呢 即算我們的一個樑柱構建的內力需求 同樣的建築技術規則也有針對火載重去做定義 簡單來說前面除了柱、樑、板還有牆等等的以外 都算是火載重 像是同學你現在坐的椅子 還有你眼前的電腦螢幕就算是火載重 那因為這樣子火載重真的是太雜太難算了 所以規範也有針對不同用途的建築 直接給予單位樓地板面積火載重的一個下限值 像是同學你們住家一般來說就是每平方公尺200公斤 那像是學校的教室可能就是每平方公尺250公斤 那當然同學以後在做設計時也可以自行判斷是否需要提高你的一個設計載重 那這次我們就是規範給地的最低單位樓地板面積火載重 來做設計這個ABCD的一個門型構架 那量的火載重呢就和淨載重一樣 也是用這一個規格法的一個分布來計算 那根據我們量垮距的不同 現載重可能有像是左邊的一個天形分布 也有像是右邊的一個三角形分布 那柱的計算也和前面一樣 就是將樓板切成四塊等面積的一個矩形 計算上主要就插在它SIGMA是使用火載重的一個數值 那這邊的範例 二樓使用的火載重呢是每平方公尺0.2噸 頂樓所使用的火載重是每平方公尺0.15噸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得我們二樓BC樑的一個淨載重的峰值 只要將這邊的淨載重SIGMA換成火載重的0.2就可以算得 那AB柱和CD柱的載重也可以很迅速的算得 最後將這些算得的結果畫在門型構架上後 同學就可以根據這樣的一個載重 算得量柱感見的一個內力需求 那這次課程內容各位同學在未來研究上或是工作上 可能就是交由程式來計算 但希望同學可以透過這門課 了解程式是怎麼計算載重的 對於載重的運算就講解到這邊 謝謝各位同學 掰掰 謝謝各位同學 嗨